在防控疫情时期 城市生活的每个个体都会特别渴望一个词 那就是安全感 日常出行安不安全 购物消费安不安全 生活的小区安不安全 这些曾经不用过多考虑的问题 如今成为了很多人最关心的事 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发现城市中的安全感 今天是大年初期 如果按照往年的假期安排的话 今天应该是劫后返工的第一天 虽然假期延长了 但是这两天我有很多亲朋好友 也陆陆续续地返回厦门了 大家回到这座城市最直观的第一感觉 就是路上几乎所有的行人都戴口罩了 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是不是真的 其实今年春节 厦门的街头挺冷清的 我们拍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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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戴口罩舒服吗 不不不 不会难受 对不对 对 跟着大家一起进超市 我打算买点新鲜的蔬果 谢谢 多少度呀 谢谢 现在是中午12点多 我们看到这个超市里面蔬菜的供应 还是很充足的 简单挑选一些蔬果 我准备去买单了 本来还有点担心要到收银台前排队 但走过来之后才发现 超市把所有的自助收银机都打开了 我们用这种自助的方式来购物 其实这样会更好 因为就避免了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接触 你好 我想问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机器每天都消毒吗 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就消毒一次啊 好 一个小时就消毒一次 走吧 超市的购物体验挺让人放心的 我打算再去商场看看 口罩也得戴吗 对对对 那我要是没戴口罩怎么办 不然不能进 不能进啊 回家去玩 回家去玩 体温高的呢也不能进 没高我们要登记 哦 如果我体温高我还不能回去玩 我们要通知我们社区的人接走 接到医院里面去 绑安大哥说 他已经在这里职守了好几天 暂时还没有发现 体温超过37.3摄氏度的 不仅是顾客 商场所有柜台的员工 每天也都要测体温 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商家暂时关门切业了 我们也打算离开了 现在搭公交车都要量体温了 现在搭公交车都要量体温了 对对 好几天了 从今天一开始 每辆车上都要量吗 对对对对 这口罩一定要戴 有没有人不戴口罩 有有有 不戴口罩我们就叫他不要上车了 哦 就不能坚决不让上去吗 对对对对 没想到现在搭公交车也这么严格了 那人流量更大的地铁 原来这个口是可以进站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里已经全部都围起来了 现场的公告牌上提醒 部分车站只开启一个安检进站点 看来我们正好遇上了 我看到有一个穿房护服的工作人员 你好 请问你们是测体温吗 对 测体温拉肥训 再次测完体温 我们进入了地铁站 但是下一班车还要等整整14分钟 我们只能和其他几位乘客一起耐心等待 车上所有的乘客都带了口罩 结束了今天的体验 我也要踏上回家的路了 从昨天开始 住户开车进我生活的小区 也得先测体温了 你好 测体温是吧 到家了 虽然半天的时间 我用掉了一个口罩 然后被量了五次体温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时间也更长了 回家的程序 也变得更多了 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 有这些打了双引号的麻烦 我们才会觉得更有安全感